欢迎来到 On Days台湾Channel 我是Jesse 我是白珠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今年度的Top 5热卖眼镜的前五名系列哦 没错 那这可是公司的后台的机密资料哦 为了喜好我们的顾客无私分享的哦 那我们今天的数据 是从去年到今年的9月底一整年的统计 那不知道要换什么眼镜的你呢 我们一定要锁定这一集哦 那赶快来介绍吧 前五名眼镜Top 5 第五名Snap系列 那这一款的系列我最喜欢推荐 给有户外需求的朋友 或者是有开车骑车的朋友们 因为它的便利性非常高 它呢有附一个外面的挂片 所以只要放上挂片之后 就可以变成墨镜 不需要再多戴一副眼镜出门啦 那墨镜拿下来的时候呢 它的框形是属于时下比较流行的 圆的金属框 颜色的话是雾面黑 所以非常有质感哦 那我们一般的金属框呢 其实都会属于比较厚重的材质 这一支框呢 可以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镜角的设计 是属于比较柔软的材质 所以戴起来舒适度会比较好 调整性也非常高哦 那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艺人 也有配戴这一款哦 那第四名的Nitra眼镜 Nitra本来就是比较设计的 偏韩系风格的眼镜 很多的韩国艺人 配戴这种大型的框形 也都能增加造型感 那不规则的镜框 配戴上也可以完美的修饰脸型 那加上很多人 会把它当成眼镜之画 也可以当成是时尚的单品 或是眼镜的搭配做使用 在门市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客人 想要搭配金属的大框 我都会非常推荐这一款 配戴上可以很完美的修饰脸型哦 第三名也是我们的Nitra系列 那这是我们今年度的 年度代言人 阿布玛利亚所配戴的款式 那有别于以往 圆框或是方框的设计 这一款是属于比较多边形的设计 也是属于大框走韩系风格 那不管在穿搭 或者是配合眼睛的妆容上面 都可以更具有造型感 也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有魅力哦 那第二名 John D.Linger 金属圆框眼镜 ONDACE的经典万年不败款式之一 大小适中的圆框 加上它的复古金属感 色质上的搭配 还有肤色上的搭配 会非常的有精神哦 外宽上是金色加上黑色 设计上会非常的有层次 是近几年来非常受欢迎的款式 我在门市的时候 也会常推荐客人 配戴这种经典的圆框金属框 让客人选择做搭配哦 可以参考看看 第一名 John D.Linger 的系列 那这款呢 它是韩国制造的禁框 我们公司有在韩国、中国、日本都有禁框哦 那这款为什么会好卖呢? 因为它的价格是属于比较平价的2990元 虽然平价可是细节不马虎哦 它的镜脚呢 都有一点点雕花的设计 那金属框呢 细框带起来 本身就是比较好搭配的 像我本身在店铺里面 如果有遇到一些客人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选眼镜的时候呢 我只要介绍它这款 不管男生女生带起来 都一定很满意哦 还有还有六到十名 我们一起看下去 那以上介绍的几款眼镜呢 想买眼镜的人 有没有对眼镜的选择 比较有方向了呢? 因为每个框型跟脸型的 适合度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到门市 试戴看看会比较准确哦 没有错 那心动的人赶快到onbase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叮叮叮